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根本没有觉得甜过 完全没有想到后来播出之后 让大家会觉得这是一部甜剧 然后大家会这么地喜欢我们 我觉得我们都挺惊讶和受宠落金的 做饭的样子真可爱 在戏里面我们俩穿的那种卡通的衣服 或者是他戴的那种肌肉男的那个围裙 都是我自己买的 我希望他们俩的生活 更像真实的情侣之间的那种乐趣 会更多一些 然后我希望给大家传递的也是 爱情的美好更多一些 所以我就自己准备了很多这种东西 我觉得会成为彼此情侣之间开心的一个小点吧 这个角色情感的部分对于我来说是比较 比较如意得水的 对 反而是他在职业方面 你要真正地像一个医生 我们是专业的医生 我们有能力 我们有责任 把他救回来 其实医生没有那么好眼 尤其是脑神经外科的医生 做手术的时候真的要去学习 他的很多专业性的东西 患者头部中枪失去意识 子弹未贯穿 自主呼吸是九到十二 脉搏低于正常值 希望子弹卡在颅骨 没有进入脑阻值 慢慢拿出射器 患者中毒中毒 手术用药三十毫克 持续用药 每五十分钟又行 我们去了南京很多的医院 包括一些医疗器材的公司 去看那些手术前 或者是做一些 你透过显微镜之后 怎么去把肌肉的皮给缝合 去做了一些这样子的实习吧 然后这样保证在拍摄的时候 我在显微镜下也是可以操作的 有时候挺心疼医生的 他们真的会二十多个小时 在一个手术台上面 然后没有办法下来 然后一直站着 还要保持手非常的稳 去做一个手术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没那么理解他们的吧 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不容易 但是我们可能都看不到 你们练习这个拨生鸡蛋试看什么 人体的脑膜结构和鸡蛋特别强 非常脆弱 所以拜扯医生的手 必须可以完好无损地把鸡蛋带着膜 给它拨下来 搞定 其实就是医生的日常 你时时刻刻其实都是要在练很强的精准性 反正对于我本人其实是挺粗心大意的一个人 让我做这些事情 其实对我来说还挺难的 我觉得除了我之外 不会有人跟我感同身受 是你离开这个角色的一个感受 因为这个角色就不会在你的人生当中再出现了 你跟米卡就是告别了 然后你一生当中不会再出现另外一个米卡 我觉得是一件很伤感的事情 我也很感谢他 我曾经诠释过这个角色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点仪式感的吧 所以我也希望自己能有更多的作品 去诠释这样特殊的职业 然后这样不容易的一群人 让大家看到他们的闪光点 让大家知道他们有多么值得我们尊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